穿了六格 上季都回了一季 又到尾場了 今天的馬 有賽職的馬 成績都不錯 不理他有沒有飛落 都不錯 這一場 講賽職 3號 9號 是最好的 3號 5次上名 贏了3次 5次上名 1次落地 上名大過落地幾倍 這些是好馬 但弱點就是 最近的賽職不多好 上次是國能跑 都跑第11 名次上比較低 但是這一馬 跑1,400 草地是 成績很好 第二隻就是 嘉燕精彩 9號現在有紅格 嘉燕精彩 6次上名 3次落地 又是上名多過落地 一倍 上一次3.4倍 莫雷拉 又贏了 騎慣騎熟 所以成為大熱門 另外有一隻 至尊高星 巴道 雖然上次 是莫雷拉 5倍跑第7 是沒有位置派賽的 現在莫雷拉 騎嘉燕精彩 當然 嘉燕精彩的賽 他就贏了 騎回 但是這隻 紫尊高星 都是三次上名 一次落地 上名多過落地 三倍 而且贏過兩次 這個路程 山田和這個路程 跑過兩次 A3 跑道 一次第一 一次第二 這路有專長 而且這個位置有三倍 如果你有馬本 有馬本 那就試試 3號 9號 11號 那我就不好 我贏了 今天 買少許 如果我買一隻的話 我會看 14號 3號 現在正在下飛 但是他近跡 不太好 近跡 名次 不高 所以 不想選他 另外 有一隻馬 十幾倍 8號 快樂奇奇 我經常想 彭國年 跑九場馬 有這些存在感 他完全沒有存在感 是嗎 而且這隻快樂奇奇 上次是跟家應精彩的馬 跑開的 他都跑到入位置了 這次 彭國年 再跑 操練 這隻馬 雖然沒贏過 他都一次 出賽一次第三 又從未落地 雖然他的數字 就是跑得少 不可以作準 如果你冷門 就想一下 彭國年 我不是說他好 你一天出來 九次 難道只拿一次第四嗎 是不是 就是 你是很 很瘀 一個 一個 就是白做 出來騎馬 這樣也不太好 是不是 那看回華將 今天華將也不錯 華將這隻 七號新境界 初次出場 就是三十倍 好像不夠信心 好像不夠信心 初次出場 如果馬房 馬主 都有信心 的話 通常是十倍以下 六號爆蘇 本來同程的賽職都很好 贏了四次 三次Q 三次位置 但是又是近賽 賽職不多好 這次的飛數 又很冷落 相信顏色 你就三九 好 好 好 信些無辜 有飛 隔晚二十二倍 現在臨場十倍 這隻 這隻 就是 而且又贏過 又入過Q 那就選擇一隻 14號 一隻來買一下 他沒有飛 我沒有飛 我沒有飛 現在很短 上櫃當然可以 上櫃還可以 減一下磅 他要跟著漂亮的位置 對 又不是爆炸力很固 那些力量很短 高東來 認證的 不然是輕華第二 其實又不太收貨 出這麼多隻 看這隻可不可以贏 尾場 那晚也尾場 星期三 加州特順 對 明月輝王 可以跑長一點的 明月輝王 雖然馬後的弟弟 但當然是他媽媽很大年紀 才生這匹馬 那邊 就跑 贏的大難地賽事多 遠地 難地 上次 初出 都有一些 跑起來都幾亂 雖然他是PPA 一直捱的 明月聲輝挺好 雖然是低班馬 但是 都很準成 今天多謝明月贏了 是的 來幫賴海榮開戰 明月千山 你又來賴海榮 拍著 他都很辛苦 稍為好的座 有些開始近了 又被大師傅 那些外籍師傅搶了他 所以他都幾難的局面 嗯 所以今天贏到馬 都很開心 當然 有些賣了很多 這些中場圖馬 當然要先跑一下 如果計算外地的表現 現在綠色格是3號 3號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 成績最好的 這裏 3V2Q 一次落地 上名 即是入Q 比起落地 是多5倍 就是好空馬來的 不過角能跑 你要這樣看 角能上次都是11倍 今次都 11倍都是跑11 今次差不多 去回這個 11倍 10倍 都是很合理的 不代表他有什麼特別 反而一鋪中橫 上次周進落3.2倍 熱滿 WIN了出來 就 贏到錢了 即是 幕後團隊都贏到錢 應該 今次由這個 潘明輝跑 那就 沒理由冷那麼多 下載票也很合理 下載票也很合理 我在關注的14號 14號 14號 冷門就買了8號 看今年2020年最後一場 下什麼賽果 馬匹也都陸續入閘了 見到爆鬍 新境界 快樂奇奇 健康美麗 明月輝煌 紀利紅星 至尊高星 都入了大半的馬 入得相當快 後面等著一鋪中橫 怡春輝王 還有大鋪中橫 看看一隻 彭國年為何 這樣 一點存在感都沒有 在今天的賽事裏面 入了4號仔 馬上應徵賽 在前面跑 馬上應徵賽 全部馬不準備 拖蕩 2020年度 最後一場賽事 準備 隨時起步 大熱是9 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 看到中間位置 有快樂奇奇前面 內蘭家應徵賽 第三位明月輝煌 第四位新境界 外面 怡春輝煌 快走上去 現在帶了出來那一匹 再看到紅帽 白衣 就是折布 內蘭藍衫 綠色袖 紛紛遊戲 中間粉紅帽 粉紅眼罩 還有健康美麗 後面的馬 才看到幾尼紅星 在外面 紅眼罩大約尾六 再後面的馬 還有一鋪中橫 內蘭尾四 至尊高星 後面的馬 才看到赤火囂龍 電喉 薄愛之光 還有橙色眼罩 過了800米斷柱 怡春輝煌 放了出來跑 一尾就倒上 外面位置新境界 接著內蘭第三 還有嘉應精彩 內蘭位置第四位 還有紅帽 那隻是折布 在外面位置 還有明月輝煌 再在外面 黑衣就是快樂奇奇 一路兜外面 還有幾尼紅星 紅眼罩 現在扔出去大我當 綠色衫 黃帽那隻 是一鋪中橫 正在直路 怡春輝煌 拋離了個多個馬威 嘉應精彩 第二位 再看到外面 快樂奇奇上來 中間還有一隻明月輝煌 在外面 健康美麗上 繞到最後二百米 嘉應精彩 透出了 賣便宜春輝煌 中間明月輝煌 在外面還有健康美麗 馬林中間 上來就是 這隻至尊高星 接近終點 2020年度 尾場賽事 過終點第一名 有這隻 就是至尊高星 和明月輝煌 兩匹馬 相當相當接近 那隻明月輝煌 其實一路就佔先了 賣便家應精彩佛力 14號 這隻至尊高星 逐步逐步打上來 兩匹馬 叮當馬頭 這隻至尊高星 是賽職好的其中一隻 千萬不要小看他 十一倍 沒有飛落 但是隔晚就二十二倍 臨場得十一倍 這些馬 是有些信心的 那些好賽職的馬 例如 街應 那些 都在前面有得鬥一下 不乎所托 但是WIN就WIN不出了 十四二 看看一隻馬 最後一百米時有什麼事發生 快樂奇奇 真是蝕章 你都出到 出到站就CUT入去 那也不會罰你停賽 他簡直是蝕章 蝕章之王 沒有存在感 這個彭博蓮 我想你都是 捧他牆都是不太好 那看些什麼 過了這個就是八百米斷柱 怡春輝煌放出來跑 一尾就回到馬拉上 外面位置新境界 跟著內蘭第三 還有嘉應精彩 內蘭位置第四位 還有紅毛那隻 這四號碼有很多人貼的 很多貼士 我看《東方日報》也有很多人貼的 四號仔 好 我以為這四號仔有機會 彈出了兩三個馬位 港馬那些都以為他會贏 快樂奇奇想上 但跑了五十米之後停了 都沒有的 嘉應精彩現在上來鬥 還有一隻七號仔 好厲害 二號 十四號 哇這個十四號 真是霸道 想起上來真是 好厲害